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為什麼站這邊 那邊有很多位置 那邊有很多位置 他打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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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好的 那大家就請坐吧 我們即將進尾聲 即將開始 今天是誰有的事 這是一個詩歌舞影晚會 等一下就會有 等一下就會有詩歌 有舞影還有晚會 等一下我們就是會唱四首詩歌給大家 總共會有四個人 跟大家分享一點 他們的照會生活 還有他們對組的經歷 對 廢話不多 我們開始吧 好 我們就來唱第一首歡迎歌 大家可以看一下頭裡面的歌詞在上面 好 OK 讓你看到這裡 我來馬歹來到這裡 你走在這裡 你走在那裡最愛最歌 你走在天空嗎 你走在天空嗎 你走在地空間 在天空間看到加渡 耶穌耶穌 祝你每时每刻收拔我 我才能教授你全被追击 我最为你同意 耶稣 耶稣 祝你每时每刻收拔我 我才能教授你全被追击 我最为你同意 你来到这美丽 你晓得美全爱情的 你像感觉充满我心 肯定都有些还要讲过 耶稣 耶稣 有你每时每刻收拔我 我才能教授你全被追击 我才能教授你全被追击 耶稣 耶稣 有你每时每刻收拔我 我才能教授你全被自己 就直到永远 好 用这首欢迎的诗歌献给大家 那很欢迎大家今天来到这个聚会当中 欢迎你来到这美地 可以来这边享受甜美的主耶稣 而且这个享受是要让我们享受直到永远 那我们想要欢迎一下这个来参加的每一位 那我们有位先请国中的这个 国中的这个来参加的站起来 让大家看看 然后也看看大家 国中的 来 大家可以给他一个掌声 欢迎他们 好 那有没有高中的 高中的 高中的 欢迎你们 欢迎来 好 可以坐下 那有没有大学的 大学的 大学的 大学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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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好 开心刚刚大家今天来 那我们可以再唱一次这首诗歌 我们再唱两次 然后将这首诗歌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 好 那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 好 才能享受你天背自己 我才能享受你天背自己 天宿 天宿 有你运时每刻充满我 我才能享受你天背自己 享受你天背自己 享受你天背 天宿 天宿 我才能享受你天背自己 你享受你最爱心人 你享受你天宿 天宿 我心的天宿 天宿 有天还要加过 天宿 天宿 有你运时每刻充满我 我才能享受你天背自己 我活着你天背自己 天宿 天宿 有你运时每刻充满我 我才能享受你天背自己 享受你天背自己 享受你天宿 好 欢迎大家 那我们今天 正式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我们下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呢是我们的余婷子妹选 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 这首诗歌呢是我们的余婷子妹选 你要不要稍微讲一下 OK 这首诗歌 其实我们是在讲奉献的 奉献他的诗歌 所以大家可以在奉献的人 一来听这首诗歌 等一下我们可以大家 彼此节目 谢谢 这个节目 谢谢 谢谢 鼻子妹选 向我表现天亮 你心情不尽眼前 你的后才令我相见 今儿一场工作我 成果表情 请你挑衡将现实你心意 今儿一场演员来拥抱 空间却不坚强 你尝尽随随随随便记住 真好是为神家建造 把新生家与一起 把爱的恩典开成决定 你的下台座我 宣费同意 享受恩典是我拥命 宣费同意 宣费同意 今儿一场工作我 今儿一场工作我 你尝尽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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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尽随随随随随随随 宣费同意 宣费同意 宣费之帝 否刑仇 宣费和英雄 今儿一场工作我 请你尽随随随随随随 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首诗歌一直重复的提到一个意象 大家有发现 就是竭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正在竭力追寻的东西呢 可能是未来人生的规划 可能是社团 可能是学业 可能是友情或爱情等等 但是你们有在追求这些的时候想过 这些有永远的价值吗 其实这些都没有永远的价值 那传道书上面说 人都渴望追寻永远的事物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呢 阿们 圣经其实就说到了 就是这位神自己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来分享 我是如何追求这位 永远永远价值的神 阿们 第二节讲到 神的丰富是需要我们竭力进入才能享受的 然后副歌中也提到 竭力追求 经历基督 表示这位主该成为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跟梦想 而且他值得为我们花费所有 去经历 去追求 去认识 阿们 其实我就像师哥第一节说到的 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 但是就是荣耀的神 一再地向我这个平凡人显现了 我国高中时期呢 就被神家的意象抓住 所以当时我就奉献很多次 我愿意一生全时间吃奉神 甚至疯狂到有一次有同学问我说 你以后长大想要从事什么职业啊 就在台湾人和梦想 然后我毫不犹豫的就说 我为了想要一生 就是在教会中侍奉神 所以那时候我常常拿到的绰号就是传教士 或是有人直接叫我说 耶基督徒 耶基督徒 这样升国 但是随着我长大 慢慢地长大发现 就是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能力 我开始拥有了什么之后 我开始成了一个抓住的人 然后我向着神的奉献就开始有迟疑 然后也向着主开始保留 所以这些保留就成了我跟主中间的隔阂 那曾经像我非常主观而深刻的神家的意象 向着我开始变得很客观 那我对主也越来越摸不到主 那当时呢 而且身上高二高三之后啊 考试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 然后我就一直把自己的属赢情形不当一回事 就让它得过且过 那这个情形就一直持续到今年 就是今年九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考上大主 参加了新生起初训练 那时候我得到了一次厉害的翻转 对 当时其实我刚考上觉得很理想的大学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了什么 就好像可以开始追求是吧 当时有一位姊妹就在台上奉献说 三年前我跟你们一样坐在台下 我就是在这场聚集中被主厉害的摸着 当时这句话就非常的感动我 所以我就当下立刻跟主说 主啊 我一想到三年后站在台上 分享你如何在这场聚集中得罪我 翻转我 然后不用三年 我三个月之后就站在这里 坐在这里 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 如何藉由这场聚集摸着厉害的翻转我这个月 当时我的鼠邻情 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下情的光景 就像我刚刚说的嘛 我就是一直的得过且过 就一直就是忘记了这位神 那那时候晚上 呃 训练有四天 然后第三天的晚上 我就跟我同情的室友说 就是猴力伴说 呃 我觉得我真的越来越摸不到 摸不到主这个情形 我就跟他交通 然后主就借了我的室友 我的猴力伴的见证 再次的向我发售度招 他就问我说 诶 你愿意在上台明天 就是我们最后一天有奉献 你愿意明天上台奉献说 你愿意全时间 一生全时间侍奉我吗 就是我一开始不是有说 我常常这样奉献吗 那时候我竟然 没有办法回答出我愿意 然后我就跟主说 我就跟主哭说 主啊 我真的 现在没有办法做到 我没办法上台奉献这个 然后当我这样子 向主承认我的软弱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担子清神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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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说 前我只知凭几地 巧妻抓夺从未放弃 经你剥夺破碎管教成全 神家意象我终得见 感谢主在训练的尾巴 他不放弃我这个人 他再次用神家的意象抓住我 所以我最后一天就冲上台奉献说 主啊 我愿意更新我的奉献 我愿意再奉献一次 我愿意一生全世界侍奉神 像你们交通的事 可能你们觉得自己年纪还小 或是你们觉得自己还年轻 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去追寻 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没有做 但是 他就是趁着你们还年轻的时候 就能将基督与教会的印象看为宝贵 可能你们觉得教会生活 只是你们生活的锦上添花 但是希望教会生活不只是锦上添花 它该是我们人生的中心跟目标 也该是我们 我开始有说的 主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梦想 就像诗歌第二节有讲到 白白恩典 单纯皆灵 现在你们这是最单纯的时候 还没有怎么被世界污染 所以怕你们就能在自己 这么单纯的时候 就将自己献上给神 让神来雕刻 除了比较不痛之外 千万不要等到痛了才被雕刻 就像原本黏土是软的嘛 要捏很好捏 可是当黏土硬了之后 你是不是只能把它打碎加热 它才会再重新软回去嘛 所以怕我们就是在年纪还少的时候 就能将自己奉献 线上钥匙来雕刻 成为精英宝石建造神的家 那我们可以再享受一次这首诗歌 大家如果会唱的 刚刚听的都会唱的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享受 好 遇见 荣耀之身 再陷陷 前方前路 往往不去后 你和江湖 交线点亮 你静静 顾你眼前 你和江湖 再一望向前 既然与你和江湖 交线点亮 你和江湖 交线点亮 你和江湖 交线点亮 你和江湖 en种的高线等 你和江湖 交线点亮 你和江湖 交线点亮 你和江湖 交线点亮 善后再来让江湖 交线点亮 你和江湖 の明天 归来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起抓到永远旁 寂寞多多 谁管教权 尽管理想我终缓解 既然神明从此衰竭 神明主旨与你加剑 我用同手提出我 天花成熟 我真有心想出不留步 祝神远地来游户 我写见不见乡 今朝见地水潮心的祈祷 这朝夕为神家天长 那我们准备再进入下一首诗歌 下一首是主到我这里来 这首诗歌是我们的博日弟兄选 你要不要来说说看当下为什么会想到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是有五节 然后这首诗歌其实讲到就是蛮矛盾的 他的歌词里面最后都讲到天天不过天天相信 天天 A跟天天B这两件事情都是很矛盾的 但是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矛盾 但是在其中我们很享受一件事 就是今天主来到我们这里 而我们今天享受的就是这位主 所以这首诗歌的主题叫做主到我这里来 那大家会唱 大家应该蛮会唱的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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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我的主 盡然水潮 往前的每一步 常在冒險驚喜之中 從來 避見過他 天天模糊 天天清明 從來 避見過他 天天模糊 天天清明 從來 避見過我所願 避見過我苦與挑戰 不許 愛與自戀 與人同情 與人同情 祂能 避見過我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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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能 走出黑暗 多少 神的名次傳話 祂能 避來不敵 天天清明 天天清明 祂能 避來不敵 天天清明 天天清明 祂能 避見過我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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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能 避見過我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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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能 避見過我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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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曾孤雅 你贪定我的思想好 以你身边莫义 以你心情 心事为人 天天我们抵合 我才多此可起可走 使你几大天灵 请神到我这里拜托 主啊谢谢你 请神到我这里拜托 主啊谢谢你 请神到我这里拜托 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建设 那就是我跟 我跟博语 那我们分一次 好这首诗歌 我们在练的时候 有时候要睡着 因为唱舞节 就会很想很恐怖的 有点孤魂的 好那这首诗歌 其实我们想要见证一下就是我们 所以为什么要一起呢 就是我们其实 两个人是很有 很有缘的 我们都是大六的学生 都是养民大六的学生 然后我的名字是张伯玉 对然后 我的名字是陈棒伐 好那这个 那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之前 就是我是从小在 也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 然后但是其实从小 没有什么去教会 然后对主也没有特别的感觉 然后我们家也是在公会聚会 然后也其实也没读什么圣经 从小就觉得好像当基督徒 没什么特别的好处 但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课业非常的忙 所以其实周末都没有去 也没有去教会 但感谢主我在大学的时候 诶主就 我有那时候还记得有一个祷告 就是主啊我要去一个 能够更认识你的地方 那我是高兴人 所以就带来一个很远的地方 也是 我其实选这个学校的 第一个原则就是 离家越远越好 真的很远 就是离到一个最远的地方 那其实原本 其实这个 选择的时候也没有考得很好 但是那时候 诶主真的听我的祷告 所以主真是应食的 在新生训练的时候 就 就有几位弟兄姊妹们 然后来 来就问我说 诶中午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空 要不要来吃饭 然后我记得那天 诶我就因为家 家人都回家了 然后就剩我一个 我就说好啊 然后还记得那天就吃大三月 然后吃了超级饱 然后那个礼拜 那两个礼拜 我每天都来吃饭 然后吃一吃这个三个月之后 就住进弟兄之家了 还记得那天是12月16号 对 而且在这段住宿舍的时间 就是弟兄姊妹 其实常常陪我在这个 男二 如果大家知道 就是男二社 然后你的男二社 这个状标识里面 就是成心 就是早上起来 你享受的时候祷告的意思 对 因着有这样稳定的成心生活 就是我对大学的生活 就感到其实蛮新鲜的 其实每一天都感觉到很新鲜 那其实不是因为我每天都遇到什么新鲜事 其实是因为 就早晨这样吃足享受足 使我能够享受这样的新鲜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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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陈光华 现在念阳明大学要学系 现在大六 我也分享一下我得救的经过 其实我在上大学之前 我对主其实没有太多认识 虽然我妈妈在我重考那里的时候得救 但是她是在工会的团体里面得救 那其实得救之后她也没有什么在聚会 虽然她有时候会跟我分享一些 类似书报的一些信息内容 但其实我也没有太多感觉 可能就听一听 那我也就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觉得我也不是特别的需要主 那上大学之后 因为一个人就是第一次离开家 我家在台中 然后第一次离开家到台北 一个人读书 然后生活这样 那我就觉得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 很难靠着我自己 就去好好的面对这样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环境 所以那时候 虽然有同学有朋友 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让我得到 真正的帮助跟依靠 那时候有一天 就在校园里面遇到三位弟兄 那这三位就是包括尾翔 还有座康 还有一个弟兄 现在在美国 那他们那时候就跟我简单的认识一下之后 就邀约我到会所 来认识一下 那时候我想说 看他们三个也不像是什么坏人 那我就 好啊 我就答应了 那在德州 我就如期的来到会所 那那天其实他们的大专人小盘 那他们弟兄们就陪我读 《创世纪》第一章 然后再带我祷告一下之后 就跟我说 诶 同学 你可以去受庆得救 然后好像 好像有点快 我就觉得 我应该要再犹豫一下 再考虑一下 但那时候有一位弟兄 就跟我讲了一段话 他就说 这个 其实你已经相信了 但是你只要相信了 其实你就可以受庆得救 如果你今天让这个机会过去 你放弃了这个机会 你一踏出这个门 下次你再有这样的机会 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那那一段话 那时候就有摸到你 所以我就答应你在当天 就受庆得救 那后来 那天我回到宿舍的时候 我一进门 我室友还问我说 诶 诶 诶 光华你还好吗 你是不是有受到什么惊吓 然后我就说 哦 没有没有 没事没事 但我其实那时候也不太知道 他怎么解释我刚刚发生的事情 反正我就什么都没讲 我就说我没事 那那时候我跟柏玉是室友 他其实就睡我旁边而已 那那天他可能晚上有事 所以他没有去那个小孩 所以他不知道会所有一位弟兄得救 那这个弟兄还是在他旁边的室友 那天 那天 那个比较晚一点的时候 柏玉就回来了 然后他就看到我 那他也没说 没有跟我说什么 他就很一般的就 诶 他还冠华还好吗 今天还好吗 这样子 然后我就也没有 我也没有跟他说我今天去会所 然后就就 其实我知道柏玉 已经有来这个会所 这样子 那后来 但我知道 就是我在一开会所的时候 有跟弟兄们约了隔天的诚信 所以我想说 诶 隔天早上 柏玉应该也要诚信 那我们可能会在宿舍的一楼 就是壮球室 我们在那边诚信 会遇到 那隔天果然一大早 我们两个就 都很早就起来了 然后我们就很快的这个盥洗 那个刷牙洗脸下 然后就要下楼去诚信 但我们也没有问彼此说 诶 你要那么早起来干嘛 我们也都没有问他 然后我们就各自下楼 在宿舍室遇到 然后就诶 诶 诶 冠华 你怎么在这儿 你要干嘛 我说诶 诚信啊 那这个 那国立于这个 我昨天得救了 那从此就开始了 我每天这个诚信的生活 那我觉得那时候生活 真的是蛮有盼望 因为不只是我养成了 这个每天早起的习惯 那同时呢 能够一早起来 就先这个吃煮的话 那同时弟兄们也都会 都会帮我准备早餐 能够让我里外都得着保重 能够应付接下来一整天的生活 跟这个挑战 那其实我记得 在这个生活当中 也借着操练呼求的主名 能够让主成为我的依靠 能够这个 更多让主做到我的理念 能够与主建立个个人情深私下的关系 那也借着在生活当中 可能遇到很多的环境 那我就能够借着每天早上的诚心 能够记着祷告 把这样的忧虑交托给主 让主做我们真实的依靠 所以从周围生活 总是从生活先开始 然后记得就是一次一次 就用姊妹 就是因为我们一同出去吃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又来读主的话 那就让我觉得 这个生活印象很深刻 因为外面的生活不太一样 跟这个吃完饭 去徒书馆读书的感觉不太一样 然后我还记得第一本书报 读的是《得胜的胜命》 那个书报里面是在讲 就是不是我活 乃是基督佛在我里面 那时候真的对我 虽然完全看不懂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但是呢 我就觉得很特别 我以前当祖祖 怎么都没有看到这些事情 所以 觉得在大学的时候 就把握时间来读主的话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生活 而且遇到难处的时候 唯一的路就是回到我们的邻里 就是回到神的话里 来享受他的花 而且还记得大一大二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在学校参加这个羽球的校队 然后每一次练球 都练球练得很晚 然后练得还蛮累 但是里面又很想练球 然后那时候 就对教会生活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也觉得好像就是去教会这样 那 那时候还记得弟兄姊妹们 就为我祷告一件事 就是让博裕不要在羽球队太花时间 甚至说不要去羽球队 然后不走 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人这样祷告呢 然后我就跟这个比较演讲的一种说 他们这样祷告 让我觉得很过去 但是我就很奇妙 所以大二下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真的花太多时间了 所以我就要退队 我不能再去打球了 然后就很奇妙 我就真的 这个 跟这个 这个教会那时候 这个我 他教会那时候 还带我到旁边的 旁边的这个小房间 去问说 为什么你要退出这样子 但是很感谢主 就是 那时候 那时候 主人都很 就是 很有智慧的回答 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冲突 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 不愉快 所以 我觉得在大学的整种过程里面 主就 给我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 他要使我们更 对教会生活更有感觉 然后 对教会生活的配搭 还有 能够更深进到 教会生活里面 好 不是只有去教会 那么简单 那我其实 我在大一的时候 叫得救 但其实我到大二上 快结束的时候 我才搬进入电梧子家 那我知道在 我还在宿舍的期间 弟兄们 为我这个 入住的这个 入住的这个 心愿 祷告很久 常为我这样 迫切的祷告 那我还在宿舍的时候 那时候 每天早上 柏玉那时候 我已经搬进电梧子家 所以他跟弟兄们 早上都会开车上来 陪我成心 然后买早餐 上来陪我成心 但因为我大二那时候 可能因为客业 社团等等 常常很晚才睡 所以大二那时候 常常都早上起不来 所以柏玉他常常 就是跟弟兄们 上来 找我成心 然后就没看到人 然后只好 又带着我早餐 又再下去 那每天就要讨论 说 今天谁要把 干嘛早餐吃掉 所以 所以那时候 晚上 晚上 弟兄们也常常会 买宵夜来陪 那时候 我记得 微祥也很常 做完实验之后 就是买宵夜上来陪我 微祥那时候 其实做完实验也是很累 但他也是愿意 这样出代价 也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 奉献自己的心力 能够来看看牧羊小羊 然后我就觉得 这样都很需要出代价 那个 来牧羊小羊 让小羊能够 在生命上 更加长大 那 在平常生活中 其实弟兄们也常会 约我出去吃饭 那有时候吃完饭 想考回来 然后再 会使我 这个 讀点 主个话 唱个诗歌 就非常时乐 那我记得有一次 这个结束之后 弟兄们就问我说 欸 那时候就很自然的说 哦 好啊 然后 隔天 弟兄们就开车上来 就帮我把这个东西都搬到 弟兄家 那其实我在利用自家的生活 其实受到弟兄们很多的照顾 跟很多的成全 那我觉得 我现在能够一直在照顾生活中 有点的佩搭 有点的不适 其实都是这些弟兄们 在他们的 这样的过程中 不断的牧羊我 不断的成全我 是这个 让主慢慢的 做到我的里面 使我里面 也吸引起一种的负担 愿意起来 传福音牧羊人 好的 那像现在的时候 周末 可能有约到小羊 或福音朋友 要去送小羊 但是周末可能 就想要拿来休息 那我还是觉得 坚持要上山去看看小羊 对啊 陪他们多一点准的话也好 让他们多点享受 好的 他们能够愿意 进到超会生活中 一同的享受主 好的 那我觉得这都不是 这个凭着 凭着我们自己 一直以来 受到的很多的成全 受到很多的牧羊 跟照顾 那我们愿意 有这样的负担 能够起来 传福音牧羊人 能够愿意 把将自己 人一点的时间 摆在教育生活里面 然后能够照着神牧羊 以带进一个 新的父亲 好的 然后我是 刚刚没有特别介绍 我是独牙医系 然后他是武教学系 然后我们都 有个感觉就是 教育 真的是使我们 能够成为一个 更独立自主的人 但是 其实照会生活 完全相反 他是要使我们 成为一个 更倚靠比的人 所以 然后也是一个 学习交通的人 你只要你的生活 是我认识 渐渐认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词 是身体 那在疫情之前的两年 大一大的暑假 有一个训练是 美国的夏季训练 那这个训练 那时候 那时候 提出来的时候 就说 美国有点远 要花钱 但是 但是那时候 那两次 我都觉得 我应该去一下 还好那两次有去 之后就不能去了 然后 那两次去的 那两次训练 其实对我真的是 非常大的 翻转 第一次去的时候 摸拙 就看到好多人 就是四五千人 都在会场里面 一起 一起讲 同样的话 我就觉得 身体应该是这样 当然第一次是这样看见 就是身体的需要 也是大的 第二次的时候 诶 直到我看见一件事 就是 祷告的需要 我们在教会生活 我们在做一个基督徒 很需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祷告 因为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把原本自己 活在个人中的这些感觉 把我们带出来 原本好像 我觉得有在高中的时候 好像觉得 整个世界都是绕着我转 好像有时候很固执 然后有时候 觉得 好像就是要听我的 但是 我们越把自己摆 在教会生活中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 就是身体 不完全就是 照着你自己 你自己的行动而行动 就像是这个 手是为着身体 然后脚也是为着身体 当我们为着身体的时候 自然而然 你们就会得出 从身体来的共益 所以 这个弟兄姊妹之下的生活 也是 也是这样 就配搭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 向祖许愿 就是 祖就算我是一他连得 就是 可能我是一根 小指头 不是 感觉没有什么用的 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 我们其实 在主眼中非常有用 Amen 我们也愿意 把自己再摆住 在教会生活中 而且 当我们有这样的摆上的时候 你们就能够再被主拖住 回顾一下我大学 这几点的照会生活 我觉得 我发现基督徒的生活 其实 光景 一直都是很刚强的 有时候我们会软弱 但我觉得 这个 有时候我们会善于隐藏我们的软弱 就是我们会不想让我们的软弱 让别人知道 但很宝贝在0号那边 很宝贝说到 这个主的恩典是更我用的 因为他的能力 像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 我极其喜欢靠我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能够复辟我 所以 这个保罗他说到 那我们软弱的时候 正是我们 正是我们要来经历 神的大能最好的时候 也只有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神的能力 才能在我们身上 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极其喜欢 夸他的软弱 因为他要让基督的能力 能够复辟他 所以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靠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一直的活在身体当中 接受身体的供应 接受身体的帮助 就像这个 有一首师哥说到 这个 软弱也要软弱在身体当中 跌倒也要跌倒在弟兄姊妹当中 不论何往 放胆举步 有弟兄处 就有活路 所以召望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 召会生活中 不管在哪里 我们只管活在召会中 活在弟兄姊妹当中 与弟兄姊妹有敞开的交通 能够得着身体当大的帮助 我们借着神的话 能够 使我们得着他 应时的帮助 阿们 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 阿们 所以最后 我们 这个一点的负担 就是 苦力与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生活能够 天天的诚心 能够借着 沉沉复心 使我们 乖 乖 借着我们沉沉复心 我们能够一天比一天的 更被主吸引 阿们 更多的爱主 能够借着沉心 拖住我们的召会生活 阿其实 当我们能够建立个人 我们变成沉心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以主建立个人 情深私下的关系 阿们 那我们借着团体的沉心 也能够有团体的享受 也能够团体的活在 这个身体当中 阿们 也学习这个 学习身体的依靠 能够看见身体的印象 阿们 所以阿们宝贝 其实我们 也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有好的造会生活就好了 我们还需要 让更多人能够进到 造会生活中 一同的享受主 阿们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想想 我们在得救前 或是得救之后 这个我们受到的 很多的承权 很多的照顾 很多的牧养 这些都是 利用姊妹们 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奉献 阿们 那我们能够 看见这些奉献 都是要出代价 我们能够在我们心中 欣起一种 这个牧养人的 这个负担 阿们 能够有重组的来的 这样的负担 跟交托 那我们愿意 这个起来 一同的去传福音 牧养人 阿们 而且 一同的配搭 能够带进这个 建造的实际 阿们 好 那我们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直接进到 第三首的诗歌 也就是最后一首的诗歌 那诗歌 我们要唱的是 普充本 337首 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 它叫 一件美式 那会唱歌 我只会也可以 以后我们一起吃 最后一首歌 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 心爱的其身 崇高的地位 一起灿烂的仙徒 苟成王妃 在主耶稣身上 对这些爱主敌人 祂是虔然和爱 祂是虔然和爱 为得我们欠少一切 我们叫做 出生上的不是枉费 爱是心上的坚持 坚持他的感觉 我们叫做 出生上的不是枉费 爱是心上的坚持 坚持他的感觉 或是世纪遗憾 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 心爱的其身 崇高的地位 一起灿烂的仙徒 苟成王妃 在主耶稣身上 为这些爱主敌人 祂是虔然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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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得我们欠少一切 我们叫做 出生上的不是枉费 我们叫做 出生上的不是枉费 我们叫做 出生上的不是枉费 乃是虔然和爱 祂是虔然和爱 祂是虔然和爱 幸好 我们叫做王兴然 三年书王兴然 这首诗诗诗 iques 诗诗 诗诗 嗨 大家好 你是這首诗诗吗 我是 我叫做王兴然 三年书王兴然这首诗诗 為什麼會選這首詩歌呢? 歷史歷代以來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種族 不管你的學問 不管你的教育程度如何 不管你的社會階級如何 都有一般人 他們受主吸引 吸引到一個地步 他們願意把一切都奉獻給這位神 就像剛剛詩歌說的 我們交在主身上的 不是枉費 乃是新疆的見證 見證它的甘甜 這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這位神實在是太好聊 這位神實在是太可愛了 可愛到什麼樣? 這些人願意甘心樂意的 把我們的一切都交給他 那我們的一切到底 具體來說是什麼呢? 人所追求的東西 不過就是可能金錢 學問 享樂還有成就 那 阿門 當然我還很年輕 可能沒有多少錢 也沒有多少成就 對 那學問可能也不多 但是 當我看看這個世界上 這些許多的人 他們 我發 當我看看這個世界上的人 甚至是我身邊的一些朋友 我看他們可能有些很有錢 那有些呢 挺有成就的 有些也很有學問 但是他們好像 都不是真正的滿足 反觀啊 當我觀察一些我認識 一些很愛主的弟兄姊妹的時候 他們可能外面看起來不怎麼樣 對 然後呢 就是平凡無奇的 他們也沒有什麼消遣 或是沒有什麼娛樂 但是他們卻無比的喜樂 對 這是為什麼呢 嗯 因為啊 他們 對 但他們真是無比的喜樂 對 這個意思啊 並不是說每一個信主耶穌的 都是寵光蛋 對 而是這些奉獻的人 他們不受金錢 他們不受成就這些所瑕疵 對 他們的錢啊 他們的這些 他們的這些成就 為的是 弟兄姊妹 為的是 教會裡面的需要 Amen 那剛剛好我們 這裡也非常多 就是這方面的好榜樣 Amen 這裡有一位弟兄 非常有趣 然後會邀請你到他們家裡面 然後呢 給你最豐盛的愛宴 然後呢 同時關心你的情況怎麼樣 然後再跟你分享一下主耶穌 再帶你一起禱告 Amen Amen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他 他會問你說 欸 你要不要吃紅豆餅 或是 欸 你要不要吃水龜婆 像上禮拜有一個 他剛得救 剛受信歸入主名 這個弟兄就買了一個好大的蛋糕 邀請他 就是 不是邀請 就是慶祝他 喔 得救了 對啊 那 Amen 他整天想啦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夠照顧到 這些教會裡面 親愛的弟兄姊妹 到底要怎麼樣 把這些福音朋友 把這些弟兄姊妹 帶到神的面子 雖然說他自己 他幾乎天天都這樣子 為聖苦花費 對 那他自己也有一個家 他有三個小孩要養 但是他從不另於百上 如果你問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他會告訴你 因為主耶穌實在是太寶貝了 可以得我們獻上一切 Amen Amen 那還有另外一位姊妹 他是以前是這個陽明 醫學院最優秀的這個學生 對 那他也有很多的夢想 他也想要去國外留學 想要成為一名很好 很優秀的醫生 等一下你們猜猜看 他畢業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拿到畢業證書 對 他拿到畢業證書 所以他畢業了 對 Amen 大家猜猜看他畢業之後 第一件事情是為什麼 出國生造 出國生造 考國考 考國考 對 Amen Amen 他畢業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 其實是參加全時間訓練 對 世人一定就是很看不懂這個決定 就是一兩年 一兩年你可以在社會裡面有些歷練 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崗位上有一些升遷 你可以賺一點的錢 更何況他是醫生 賺的錢一定不少 但是呢 他選擇 把這一兩年奉獻給主 參加全時間訓練 那時候 我記得我去了他那一期的呼召聚會 然後我聽他在上面做見證的時候 我整個人嚇傻了 他那時候見證說 就是如果主讓我不要當醫生的話 我就不當了 他讀了六七年的醫學院 他以前夢想就是成為一個最好的醫生 但是當這位主有呼召的時候 當這位主如果告訴他說 今天他不希望你當醫生 他是準備好把一切都放下 然後來跟隨了這位主耶穌 Amen 當然他之後還是去當醫生 但是不是因為 就是不是因為他自己想要當醫生 而是 就有點像是 大家有沒有讀過亞伯拉罕的故事 亞伯拉罕他把以薩獻上 然後但是神跟他說 就是沒有關係 然後就把以薩還給他了 大概一直這樣 大概一直這樣 那 那他有這個奉獻之後 就是他的工作的意義就變得不一樣 現在他在他的工作裡 可能是為了接觸許許多多的病人 跟他們傳福音 可能是 一樣在這個工作崗位盡他的功用 他為了不是這個位置 他為了也不是賺了這些錢 他為了是把基督更多的帶給人 Amen 對 教會中實在是找到太多太多這樣的例子了 他們並不是什麼 宗教狂熱的分子 Amen 他們也不是憑著什麼 滿腔的熱血在這邊說 主啊我要奉獻一切 他們乃是受主的吸引 並且憑著主的話做為應許 他們才能夠有這樣的百上的奉獻 Amen 像剛剛提到的那位弟兄 如果你問他說 就是 Amen 他很常說的一句話 就是 那你們 那你們怎麼樣 要先尋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 這一切就都要加給你們了 Amen 因此他完全不必為生活憂慮 因為他知道 無論如何啊 就是為了教會 對弟兄姊妹而擺上 神就顧到他一切的需要 Amen 那接下來詳請 弟兄姊妹還有福音朋友 跟我們一起 念一小段聖經的經文 福音小段 你們大家看得到嗎 好 瑪格福音的一章十六到二十幾 約翰下間以後 耶穌來到加利利 傳揚神的福音說 十七八道 神的福已經領盡了 你們要回來相信福音 耶穌順著加利利的海邊走 看見西門和西門的兄弟安格列 在海底下往 他們跟著漁夫 耶穌對他們說 來 跟著我 我要使你們 成為各人的漁夫 他們就立刻天下往 跟著了他 他說往前走 就看見西門派的兒子雅特 和雅特的兄弟約翰 在船上福樂 他隨即呼召他們 他們就把父親西利派和武功 填在船上 跟著從耶穌去了 從這裡發生很有趣 兩千年前 當主耶穌來到地上 在那邊傳揚國度的福音的時候 他也是在那邊的西門 那我們看這上面的人 其實他們 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漁夫 那對漁夫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漁網 他們的船 那你看他們最後甚至漁網 不只漁網還有船 他們甚至把自己的父親都撇下來 因為他們想要跟從這位主耶穌 他們把一切都放下 跟隨主 那我們時間往後一點 當這位主耶穌復活生天之後 他也是持續的這樣來吸引人 千千萬萬的 像是保羅啊 在後面心聲多呼什麼 就是大家聽過了許許多的弟兄姊妹 他們有許多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各種各種的不同 但是呢 共同的就是他們都受這位主欺 對 那時間到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持續的在我們的照位生活中 不斷的吸引我們 像是這個 吸引對 吸引我們 並且吸引我們 把自己交給他 那像是 一庭啊 陳一庭 這是我們的青少年 對 跟大家say hi一下 對 這是陳一庭 陳一庭啊 非常優秀 你讀什麼 讀建國中學 對 那 之前還有一個 讀建國中學的是誰 沈一康 他不僅讀建國中學 建國中學 他還把自己奉獻給一族 他會跟你說太值得了 還有這個準星啊 準星是讀什麼 師大附中 那我們後面有一個清水姐 他也是讀 他也是讀師大附中 對 但是 他也是把自己奉獻給主 阿門 他會跟你說太值得了 阿門 清水姐值得嗎 阿門 太值得了 太值得了 奉獻給主 阿門 對啊 還有木輪啊 木輪讀我們的成功高中 對 但是我就沒有認識成功高中的天文姊妹 阿門 對啊 還有許多 還有 來了的幾位福音朋友 對吧 對吧 在他們之前也是有許許多多 原生會信主的 或是不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 對吧 那他們後來也得救 後來也過照會生活 對吧 其實就像剛剛佛裕還有冠華的見證一樣 對吧 他們在 可能一開始就是對 對神還沒有什麼感覺 或者對照會生活還沒有什麼看見 但是就是有許多人忠心的牧養他們 帶著他們過照會生活 久而久之了 他們也產生了一點點的羨慕 也開始慢慢的認識這位主 然後呢也願意開始為了這個照會 有點擺上 像剛剛冠華就說他也願意開始起來牧養人 那這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見證 所以阿門實在是很歡迎 不管是 已經是拥姊妹了 或者是還是福音朋友 我們都很歡迎你們 跟我們一起過照會生活 認識這位豐富奇妙的主 自然而然的就會受死一隱而願意擺上 好 感謝主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見證 那作為收尾 我們再唱一次前面的歡迎歌 那但是這一次呢 我們不是歡迎你們來福音晚會 這一次我們是歡迎你和我們同過照會生活 世界上最喜樂的生活 最有價值的生活 阿妹 阿妹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唱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唱 好 大家可以站起來一起唱 跟身旁的兄姊妹和福音哥我們可以一對唱 我們認識一下 我們認識一下 耶穌 耶穌 祝你美食美化衝浪 我在每家上遇見對自己 有我全面的利用力 耶穌 耶穌 祝你美食美化衝浪 我跟那些人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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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來靠手裡 祝你生之美的愛情 祝你給你 祝你平地靠我們 祝你永遠 祝你美食美化衝浪 耶穌 耶穌 救命的使命和修夸我 我才能享受你的美知己 我全面一同意 耶稣 耶稣 救命的使命和修夸我 我才能享受你的美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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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各位 剛剛突然家喻的行程就是 今天第一次來 或是很久沒有來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是我前面這位 你可以去 雖然很快結束了 但還是要去安全 你可以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經濟造假的 剛才我 我是楊恩立 然後我其實一直都在這裡 但是做完職場我覺得 我是我的小校 我是楊麟大學現在大學 然後我是楊麗 我是楊麟琼 楊麟琼 楊麟琼 謝謝 楊麟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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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新南地翁的邀約 資源才來一週前先訓練的同伴 王全地翁資源出過我家 兩位都出過我家 謝謝廚 攝影師 攝影師介紹一下廚 大家好 北戶資管系會點擊 資想會住王全家跟王向家 還有人有漏掉嗎 有人沒住過別人家 應該要介紹過 1 2 3 你說歡迎一下介紹 歡迎哥怎麼樣 剛剛總的副歌再一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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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音乐 小熟悉到猶豫 上邊就可以過去 然後可以躺到這邊 左邊這邊 中邊那個林高君子妹 我們可以躺在這裡 好 右邊躺在這裡 我們就這邊要躺緊一點 可以 左邊躺 好 左邊躺在這裡 左邊躺在這裡 好 左邊躺在這裡 2點40秒對不對 來 到這個位置給你 好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放火道 放火道 好 常常喜樂 大家聽起來不是很喜樂 再一次 常常喜樂 Hallelujah 我們是一 我們是一 好 大家再看一次中間那一張 鋼琴上面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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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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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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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 7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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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